金老师 那个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拉夫罗夫来了 我们的这个来访中 那今天呢 王毅就谈到了 这个中俄四点 四点战略共识和四大努力方向 提出在核心利益问题上 做出彼此的坚强护盾 那昨天华春宇也说 世界越是动荡不灵 中俄合作越要坚定前行 这是否体现中俄关系 正在越走越近 由此能看出中俄战略 协作关系未来 是一个怎样的 发展趋势和方向呢 金老师 大家都看到了 中俄外党会堂完了以后 有个联合声明 对吧 然后那个声明呢 大概在四个方面 人权 这个民主 这个国际法 还有全球治理 这个摆明了 中国和俄国的主张 这个主张 就是明眼人 这一系列主张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就是他跟那个美国 这个主张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权 这个美国就认为 必须是他们定义的人权 这个中俄主张 人权是一个系统 因为基础是叫可持续发展 没有发展 恶肚子 其他都 这个权力都不存在 人没了 那人的权力 其他权力都没有了 另外这个国际法强调的是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以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原则 那么现在 他对立的 针对的就是 美国籍盟友他们主张 就是国际法 是他理解那个国际法 另外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是中国强调就是民主 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成果 但是表现形式挺多的 不光是美国电影的一种 全球智力也是这样的 也是要有共同的代表性 不能是少数人说了算 但是我觉得那是比较系统的 针对冷战后30年 美国及西方 那种单边主义的东西 给出了反驳 全球智力我们强调 是多边主义的 多边当然包括非西方 那么事实上就是说 在美国看来 很多时候 必须是美国的单边 在上面 单边之上 这个时候就符合他的标准 总之 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中俄外党 223这两天的会晤 他的共词 集中体现的联合声明里边 我的感觉就是 总体上 双方在对待 当前美国的一些作为方面 达成了更进一步的共词 那么当然意味着 中俄关系现在状态不错了 我记得3月7号两会的时候 王一外长不是开 年度的记者会吗 他就讲到中俄关系 叫中俄合作 叫上部封闭 讲到这个话 总体来讲 就是现在面对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那种单边主义 那种法权主义 中俄像是高度一致的 那么中俄内部也有很多需求 加上这种外部压力 使得中俄合作 现在总体来讲 水平是非常高的 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但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强调一句 中俄还不至于走到 结盟那个程度上去 因为外面已经有议论 中俄会来搞什么军事统盟 怎么的 这个倒不至于 方方领导人老是都很清楚的 因为真的搞结盟 是束缚的双方 实际上对那个关系是不好的 现在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伙伴 这个情况对两方都是很有利的 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好的 而且还可以再好一些 但是整个外部世界 也不用担心 就是我们中俄走到公开结盟 那个程度 那个是不会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俄要发表联合声明 谈全球治理 那这份声明措辞比较有利 而且所指具象 您怎么理解这份声明 发出的信号呢 应该讲来就是说 自16年特朗普执政以来吧 美国这个社会 反正现在内外矛盾都很厉害 首先它的内部 政党对立啊 黑白对立挺厉害的 然后因为它内部矛盾大吧 所以对外呢 它也咄咄逼人 这个大边主义很厉害 这个 然后 大家指望这个 拜登上台会好一点 结果发现没什么改进 这个大东小异 一丘之鹤 所以这个就让外部世界很担心 而且大家也看到 美国对外部打压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俄国 一个是中国 拜登先生 在他正式就职总统以前很明确的讲 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者 都把我们放到对立面去了 这个时候就很自然吧 美俄矛盾上升 中美矛盾上升 这个中俄呢 就比较接近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俄这个叫什么 找一个时间节点 这个共同的协调立场 共同的发表 对美国一些关键立场的这个声明 我觉得是从 从第一次外交上有必要 第二次也有可能了 所以所以所以现在就 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声明了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就是金教授 您怎么看待这一次 而外长访华的这个成果 和这背后当中的政治意义呢 我的理解呢 就是拉夫罗斯外长访华吧 首先是一个这个程序上 是有必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2001年 中俄签了那个和平化条约 今天正好是20周年 是吧 这个条约就是要续签嘛 所以两国外长 不管有没有别的事 他们就得碰一下 因为这个条约要续签署 他就要碰一下 这是个直接原因 那么其他有一些原因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关系不太好嘛 因为那个拜登总统 最近说话有点太直了 是吧 因为大家都注意到上个里边 就是美国情报部门 是不是公开的一份文件 文件就认定 在2020那个美国大选当中 这个美国 俄罗斯政府干预了美国大选 中国没有干预 俄罗斯干预了 然后后来拜登不是明确讲了 就是普京要为此付出代价 而且直接形容普京是披露 而是杀手 这个在国际关系上 应该是非常罕见的了 所以后来俄罗斯 不是把他的大世界招回去了吗 所以现在美俄关系有点紧张 中美关系现在 其实一些对抗也比较强 最近中美不是又进行了 阿拉斯加二加二对话吗 是有必要 跟俄国朋友沟通一下 然后说 大家都注意到 俄国应该讲 它现在面临的压力 但还有些别的 经济还是比较困难的 首先是要续约 2001年的条约 续约必须碰一下 加上最近好多事要处理 就做到一块了 做到一块以后 我觉得还是成果 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应该讲 加强了双方信任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 那个联合的声明 好像双方外长 尤其是拉夫罗斯外长 还点了几个合作方向 一个比较加强科技自主性 另外就是加强 那个叫互币互换 大家伸受美元霸权之害 然后再联系到前一段时间 就中俄决定 以后在预求开发方面 加强合作 对不对 应该这么说 外长会晤 首先是有必要的 第二个 现在看起来 还是有一些成果的 因为声明是一个东西 探讨未来几个合作点 也是一个东西 那么总的结果应该讲 就是应该还是 在原有不错的 关系技术上 要进一步加强了 相互信任 下面我估计 中俄的政策协调 会更顺利一点 在原有不错的